對花東地區民眾來說 真的回家路遙遙 而且在颱風重創的東部交通 雖然北回鐵路 蘇花宮是陸續恢復通車的 但這下也讓了許多原定 暑假時候要到臺東觀光的遊客 紛紛卻步取消行程 而目前臺東地區的飯店業者 就統計了 因為颱風過後 交通受阻 他們退訂房比例高達三成 甚至遊客在樂園這邊 也明顯節省 小朋友餵羊吃草 颱風過後 牧場裡的遊客又開始慢慢增加 不過眼看暑假都過了一半 跟往年相比 觀光客真的少很多 花東地區的旅遊人數大量減少 那我們牧場這邊已經恢復正常運運 場內有非常多的暑期活動可以參加 臨近的入園熱氣酒家年華 也非常精彩 歡迎大家來出牧場旅遊 接連地震風災影響 重創東部陸路交通 雖然北回鐵路蘇花公路陸續通車 但台東地區的飯店業者統計 颱風過後退訂房的比例居高不下 好不容易在暑假的時候 就是住房率有稍微往上回補了一些 但這一次又遇到了那個颱風 跟鐵公路受損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的話大概 訂單的部分大概有取消了將近30%左右 每年暑假都是台東旅遊旺季 今年碰上連續天災 暑假都過了一半 觀光客人潮遲遲不見蹤影 花東地區觀光業受創 為求短期振興效果 目前交通部的觀光署 正加速演擬一連串旅遊補助計畫 希望能在暑假前 讓台東的觀光人潮 儘速回籠 記者李明德 台東報導